好強啊 扔門 你別以為只有我們兩個女生玩 這裡其實有很多女生 差不多現在晚上12點都是會過來玩 是一堆朋友玩 我們剛剛回到東京 我這個作為熱血的棒球迷 身邊遇上一個很瘋的女伴 她竟然願意跟我一起 在這裡體驗打棒球 那我當然要滿足她 我本身也很想去 但我沒想過在2月10點才來到新宿 所以我們現在準備出發了 大家看了我多重 是今天的行裝 和行李箱 我們現在就去體驗打棒球 Come on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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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在池袋和秋元有Round 1 Round 1這個連鎖的 好像Game Center的地方 其實一直都有打棒球 一定在大阪還是見過 已經玩過 但我不知為什麼現在東京 我找不到 但我暫時找到香港 有的 所以現在就決定要去 一定要去 作為棒球迷 要告訴大家 是誰打棒球 這間我也是第一次去的 但玩呢 我是不是第一次玩 台灣人都玩的 那現在我們過去玩一下 我們是經過一連鎖的牛郎店 和夜總 工作室 在這裡 就在對面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嗎 那些彈球聲 聽不聽到 是噴噴聲 是那些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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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很熱 GO 那就是可以第一次去300日圓 減自己的地方 或者可以買券 那我們先玩一次 先試一下感覺 在這個擊球中心裡面 它大概有6至7個打擊的練習位置 每個擊球位置的球速都會不同 由最低的70或80至90 至平均的100 或者去到110至120 不過以積棒來解 球速是130至150 所以這裡 只是讓我們做到基本練習 或者讓我們大家試玩 除了球速 每個球都是由機器發動出來 所以 投出來的高低有機會不同 因為每個玩家的高度都不一樣 所以比我們練習來說 是可以用後面的投閉器 去調節我們的高度 她很厲害 她又要練到高低 她又要練到高低 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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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死人 救命 好失敗 自己太久沒有玩 完全是感受不到那個感覺 現在衝擊很傷心 我要再由低的球速學起 手腕都打到累 等一下會再玩球球 尊師懶遮уки 你怎麼搞的 最後一球打得好痛 不過 真的不是關係 我尊師袖樓看來 我很感慮一下 哇,好大 這裡跟大家補充一下 實際的棒球裡面 投手和握手之間的距離為18.44米 所以大家試想一下 一個投手都未算其他的變化球或者其他技能之外 一個球已經要定得夠準 球速還要平均148以上 是不是覺得他們很厲害呢? 一球 我看到一個高手很厲害 正波 弄得超漂亮 127球速 神經病 每個人都說他們厲害 就後來的人說 頑皮 對 對 哇,好厲害 很多人在玩這個投球 還有等著在這裡練擊球 暫時對於這個投球也有一個方位不及的 我想練擊球的 好累啊 好久沒玩了 球感太差了 真的要練習 我會繼續拿多點時間去練習 對,這個就是伸俗的 其實好像是機店 大家看到後面是機店 有些夾公仔 可以玩 褲子 有很多東西都會 還有牛浪 但是這個可以在市中心 可以練到 激投 或者體驗範球的地方 每一圈都是300日圓 大概有25元 如果訂球 基本是300日圓 12球 所以如果大家上來玩 是可以一起玩 還有一個減壓的活動 可能有些人訂標 那我們就不用玩 好啊 如果大家想來體驗 就過來 Barking Center 好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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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快的感覺啊 練習就行了 練習就行了 好累啊 好累啊 原來我和朋友 最後在這裡玩了兩個小時 好累啊 然後還有運動 兩個小時 好好玩 真的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不要以為只有我們兩個女孩玩 這其實是很多女孩 差不多晚上12點 都會過來玩 是一堆朋友玩 所以這個運動 不是只有男生玩 而是女生玩 當然是多厲害 剛剛他們玩下去 叫了 好玩 好不好玩 紮基嗎 他被哭怒了 他玩棒球 那我們就 玩著這麼多 好累啊 對手很久沒練習 這個手臂位 是累得不得的 好 我們下次再玩 除了新宿 原來在淺草都還有一間可以玩的 帶大家看看 這個牆也挺懷舊的 真的有淺草味 雖然淺草這間看起來比較懷舊 不過感覺上比起新宿那間 就更加像是專用來練習擊球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想試玩 亦都經過淺草的話 不妨過來玩一下 好 繼續這個彈球系列 現在來到新宿這裏 就有一個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個地方叫做Alpine Project 其實是東京都叫做一個很大座的運動用品的旗艦 其中一層就是有超級多力的坦球用品 那你買坦球用品是否成績他有呢 不是 但今天這間是一個很大座的商場 就好像... 我想像Deklon一樣 但是Deklon也是自己推出的一些產品 但這間就有很多商品 然後大家看看 這間很大的餐廳 嗯 哇 這間店很大 好大 哇 這裏的手套、球套都是可以做到刺繡的 可以合名的 這些是對手套的保養 平常不要花叉 這個是backing用 即是擊球用的 剛才我玩完之後手都很硬 高效模特兒 這款會比較簡單 沒那麼花效 這個圓式手套 其實它的橙蚊都很齊全 真的很大 手套、棍子、周邊的橙蚊 即是保養品 而且尺寸很多 因為我之前的店舖相對小 可能你想找一些輔助的橙蚊 反而不容易找 這間齊全正 又方便又集中 多好多好 這個 這個是手套的帶 如果你買了手套 你就想轉了帶 即是換鞋帶 就可以轉了它 這裡也會有野球工房 幫大家弄鬆的手套 因為你通常第一次放的時候 它會很硬 它們就可以幫你把它放鬆一點 因為你增起來的話 它要放軟的話 除非你不斷練習 否則最好就由它們幫你加光 就會好一點 因為太硬 其實連手都抹不開 我看到它們在做 我看到它們在做 我看到一般學生 一般學生 練習用 都是打軟的 但這個的軟 你也聽到還有這些聲音 但真正的板鈕 就會很硬 而且這些手套都是任手去縫的 它打它的聲音是什麼 聽到嗎 這個是有點膠的聲音 皮是這樣的 我看過真的是因為練習 摺不住的玻璃 被棒球扔了在臉上 是即時覺得已經是長痛 所以棒球 真的棒球打得真的很痛 嘩 嘩 聽到覺得 都覺得重 還有這裡有很多 他們選手都會戴的項鍊 這些項鍊不是板鈕 是可以幫助他們的 而且重玩項 或者肩膀 除了棒球手 還有一些打高爾夫球 甚至是玩其他比賽的 都會戴 嘩 這個是我很喜歡的周東右京選手 柳田右棋 超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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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超級好看的 大家都去過這個商場 看看是什麼 我聽到真的很多 會不會很齊全 現在看到了很快就看到 而且在Golf 下面就是他們的Camping Camping這幾年就是很多人會玩的東西 所以這裡有一間很大的旗艦店給大家看看 好齊全的Camping用品 來到這裡也要多謝大家支持我這一兩集連續講日本棒球這個運動 雖然感覺上對於香港的朋友都比較偏門 不過也希望透過我的分享讓大家可以認識這個運動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就記得Like、Comment、Share 還有記得支持一下我 記得訂閱我的Channel 下一集一定要跟大家說回我去富士山兩天一夜的體驗 我們下集見啦